7月15日消息 高兴的是赢球了 不开心的是 他们将为此兑现大批客户的全额退款 比利时夺得世界杯季军本届世界杯期间 比利时家电及消费电子产品 零售连锁公司Crop 围绕比利时国家队展开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 在世界杯开赛公开承诺 若比利时本届世界杯能进15个球以上 4月26日前 购买55寸以上 电视将享受全额免单 大赛之前 营销这个营销模式应该说非常不错 小借世界杯的噱头 能够吸引到很多新用户的关注 也引发了大家购买电视的狂潮 很好的噱头 在比利时对巴西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前 该公司继续做宣传 提醒大家 我们比利时对进球非常理想 已经打进了12个进球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如果打败巴西队 我们还可以再多踢两场比赛 那么一定会打出15个以上进球 你们相信球队和你们自己吗 这显然是继续做营销 提高大家的关注度 提醒大家完成度 百分之75%结果 比利时队2比1击败巴西队 打进14球 随后半决赛大发 这家国队虽然0比2失利没有进球 不过在今天的340决赛再进二球 他们完成了目标 有网友开玩笑 破产的节奏 接下来就该 Kravo公司来兑现承诺了 这家公司可是成立于1958年的比利时苏宁 专门以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为主的零售连锁公司 相信一定不会赖账 比利时苏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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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